今天第一次方醫師把自己的一些小作品 拿來跟各位分享 以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愚幸的節目都會來一點畫畫 提高我們的圖像的思考 各位觀眾好 各位在線的聽眾大家好 我是方士清醫師 我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 我們不要馬上就進入一些好像醫療的問題 這樣生活會變得很沉重 我來分享幾個方醫師的畫跟大家欣賞 我不是什麼專業的畫家 就假日的時候 譬如說禮拜五 像今天下班後到禮拜天 那就會隨意的畫一下 這是我第二張油畫 我很少畫油畫 因為油畫很辛苦很累 那這張圖是有一個女生 我跟她做圖像心理治療的時候 那我問她說 你閉上眼睛 你希望你未來的景象是什麼 那她跟我分享的就是 她走在一個山上的路上 那兩邊是樹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一個人會把未來的希望 投影到這張圖像 那我抱著這個想法回去以後 那就選了一天就畫了一張這個圖 那這是一個想像的圖 不是看著照片畫的 那你看這個很多都是點畫的 這個點畫 其實畫這個圖也不會很慢 你只要拿起 這個這是一個油畫 你就一直點 那點的時候 要有大有小 你不要點的都很很一樣 那看起來密密麻麻的 你看這個陽光 這個陽光的這個 這個陽光 這個陽光的那個亮體你看 你感覺她說有一個夕陽很強 然後從 從這個畫的一邊整個照下來 那個亮體好像那個陽光是一個 一個容量一個流水一樣 然後要起洩出來這樣子 那一邊畫是比較暗的 的一個樹林 一邊是比較亮的樹林 那這個人呢 這個女生呢就是一個暗影 然後走在這個 一邊是暗的 一邊是亮的 的一個山路上這樣 其實跟她的人生有點像 我們人生不會說 全暗或者是全亮的 比如說一邊是暗的一邊是亮的 天空我是畫的有點有點白有點藍 好像不太符合這個夕陽的樣子 不過這是一個想像畫 那我有把這畫送給這位女生 謝謝下一張 那這是另外一個點畫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個河流 那點畫比較不會出錯就是 你只要一直點下去 然後你喜歡的顏色 你就把它畫上去 它會產生這種繽紛的感覺 但是你每一個區域 你都是要有一組顏色 你不要全部雜在一起 讓人家沒有一個重點這樣 那這畫很簡單 就是河流流過來 那暗一點的地方你就點深一點 那這種畫其實蠻紓壓的 你在點的過程裡 你的情緒你的精神就會緩和下來 看起來也不錯看 這很小張的 這像日曆子一樣的小畫而已 你就用水彩筆 沾一點水彩 然後就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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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點一直點 點出來結果就會是這樣 那我們看下一張圖 前面那兩張都算是比較點畫的形式 這個是在地中海附近可能會看到的風景 你看龍伯 你龍伯的背影就用比較深色的藍色做背影 那你的影子為了強調那種光線那種溫暖的感覺 你就大膽的用這種軟色系來畫 所以一般一般你如果是陰影的部分 你就用藍色系來畫 然後陽光的部分亮的部分你就用那些紅黃的軟色系來畫 也不用拘泥一定是要畫什麼色彩 那這個紫陽圖看起來流動性也蠻不錯的 有很多曲線 像樹的排列啊天空啊就看到一些曲線 好下一張 那這一張呢 這張畫得很快 這張我就是要故意強調 那個夕陽強烈的感覺 那你為了要強烈那個亮光 亮光其實白色已經是最亮了 你沒辦法讓它更亮 所以你必須要強調它背景的暗色 所以如果你被在旁邊擺那個暗色的時候 擺得越重啊 你就會相對的那個亮光就會越亮 那你這張圖 我就把紅色黃色這樣畫上去 這是一張小小的日曆子 我畫的都是小小的日曆子 放在我桌上 那我隨彩筆拿起來呢 就把它直接塗上去 那這大概要花五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它畫完 那這幾張圖 顏色都很繽紛啊 那很快就可以可以可以畫完的畫 但是很有趣 也不要拘泥於說 一定要畫什麼形狀 在陽光之下 所有的形狀都是變形的 所以這四張圖 都是強調那個光線 都強調那個光線 那你就覺得看到圖很溫暖的感覺 很有力量這樣子 至於形狀跟那個邊緣的輪廓啊 那就不是很重要 好 這是今天第一次 方醫師把自己的一些小作品 拿來跟各位分享 那以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愚幸的節目 都會來一點畫畫 提高我們的圖像的思考 然後這樣也不 Anda Like the music 來看 瓑波 大家超高 你感覺 koska 家兒 都 prema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